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飞瓶 现场为您要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后呢掌握市场法案冲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大家好 飞瓶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不看见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将过指数呢 今天最高在17212点 最低来到了16844点 收盘的时候跌了319点 来到16893点 加总值是4484亿元 今天算是拉回成立的 但是我们手上有一档好股票 就是我们的中华化债的好股票 是我们的会好朋友们手上的股票 今天呢是工上涨停板的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盘式 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 陆老师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又出现了跳水式的一个下跌 加全指数在收盘的一个位置 大跌了319点 甚至于盘中一度怎么样 还跌了超过360点 跌了368点 那当然对于今天的一个拉回 市场上也是种作纷纭 很多人都推给了美股 因为美国惠玉 这家信贫公司 它调降了美债的一个平等 从原本的AAA 调降到了AAA 所以很多人认为 那这可能会造成怎么样 2011年 当时也有类似的情况 当时是标准普尔 它调降美债的一个平等 所以当时整个公债的殖利率 从原本的3%以下掉到了1.8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市场也开始疯狂了怎么样 疯狂的抛售 风险性的一个资产 当然就包含股票在内 所以那个时候也造成了股市的 一个大的一个波动 那你说今年到底会不会 会不会复制2011年 就12年以前的走势 没有人知道 所以大家不知道 大家不管怎么样 321先砍了再讲 没错 不过我觉得蛮吊诡的是 你说今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 公布出来之后 你看看昨天美股 对 有没有大跌 没有 人家小涨小跌 道琼还收红了 对 对不对 那你说 那个盘后期货 在盘中有一点跌幅扩大 那跌幅扩大有大跌吗 也没有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我说过了 现在跟12年前时空背景未必相同 那在那种情况之下 当时大跌并不代表这次也一定会大跌 而且把时间拉长来看 纵使当时在2011年 股价出现了一个波动 可是后来 你再回头看 后来美股有没有创历史新高 有啊 人家还是在创历史新高 没错 所以就长线来讲 它还是涨了好长一段 所以这种情况代表说 如果碰到像类似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休息面的这样的一个拉回 其实你就一个波段式的 哪一个 比较喜欢大波段式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投资朋友 他反而怎么样 他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进场点的一个机会 他又来了嘛 对不对 就好比说 现在讲到盘面的一个震荡 大家一定怎么样 像今天的大跌 一定有人也会讲说 都AI害的 所以AI现在变BI的 在逼爱啦 对不对 讲得好像 AI好像现在是一无是处一样 那当然AI你要讲 它现在股价跌 股价是弱势 对 这个我当然 这个绝对不反驳 确实是如此嘛 没错 但是你说AI是不是 很多人认为 AI过热了 甚至有人讲 AI是泡沫 用这样的一个形容 其实我就不那么认同了 我想我在昨天也花了一些时间 对 帮各位 我说AI到底是不是泡沫 又或者这个位置 是不是所谓的一个超涨过后 又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过 你只要回过头去看 当时整个所谓的航运三雄 是怎么涨的 对 对不对 至少都涨了六个月 至少怎么样 都涨了 少一点的涨了七倍 多一点的涨了十一倍 对不对 对 好 那你如果讲这些干嘛 怎么比呢 第一个 好 航运股当时涨 有没有道理 有啊 有实质的获利 对啊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航运股当时确实有它涨的条件 因为它获利大幅的跳升 对 可是终究 它不是从无到有 从零到一嘛 而AI确实是让你看到 从无到有 从零到一 对 所以我说它的爆发力道 绝对会比当时的 一个所谓的航运 要来的强嘛 如果说就一个大波段来看 对不对 你说现在AI涨很多了 许许 涨最多的不外乎就是伪创嘛 对 它有没有涨 比航运股的 任何一档要来的 来的多 有没有 没有 我说航运三雄里面 涨最少的还涨七倍的 对 你伪创从低点算起来 最多也不会涨五倍 更不要讲 小宝网像广达 对 涨三倍 技嘉也是涨三倍多嘛 相对 时间也好 就空间来讲 我想都远不及当时的 一个航运股 所以我说 如果说就把时间拉长 就大波段来看的话 其实后面都绝对还有大空间 只不过现在因为涨多了 你稍微让它喝杯水 喘口气 该下车的该下车 该整理的整理 我想这都天经地义 但是你要讲它泡沫 我就不认同了 股价要整理是一定要的 但是你要讲它是泡沫 我就不这么认为了 是 其实真正泡沫又或者真正比较虚幻的 现在题材还多的事了 例如说今天 盘面上也有一个很热门的 一个题材叫做什么 叫做超导体了 对 对 好 那这个超导体 我想今天盘面上也很多人在讨论了 对不对 我就不再花时间去说了 那你说它会不会是个未来的趋势 如果未来研发真的成功 那当然是未来的趋势 你在传输的过程里面 你不会发热 而且怎么样 不会有功耗 这当然是好事啊 对不对 只不过现在韩国的这一篇LK99 这样的一篇报道出来 它实验室的一篇报道 到底市场认同性会有多高 到底未来它能不能变成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量产 我想这都需要时间了 对没错 对不对 而且现在到底要效 不是叫要效 功效 功效 那有没有效 他们所标榜的 那么好 那么好 我想这还要打一个折扣 应该讲还要再进一步的一个观察 对 可是现在有很多股票就噼里啪啦先涨了 其实相较于AI 我倒觉得就这个题材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题材 好它是泡沫 没有这样讲 只不过你要讲它的虚幻度来讲 至少那AI已经让你看到这个AI 确实现在各个产业都是往AI在靠拢 对不对 这个是实质让你看到有这个东西在这里 可是你说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常温的一个超 你看今天 因为这个LOK99它有一些合成物 那其中包含像铜 你看今天铜2009的第一铜 就工商长 太明做什么做 因为这里面也要用到铅的成分 所以今天太明9927太明 也攻上掌听板 最吊诡的是什么 因为除了铜跟铅以外 这个LOK99还有一个合成物 叫做磷酸盐 讲穿的就是磷灰石 磷灰石可能对化学稍微有一些概念 成分之一以下 鸟粪啦 真的吗 就鸟粪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过磷酸盐 因为它是成分之一 所以今天有一档股票在盘中一度也大涨 为什么 因为它就做胆固醇磷酸盐 所以莫名其妙也涨停板了 结果尾盘怎么样 尾盘拉下来 那一档叫做4746的台腰 所以我说过 追逐题材 当然这个题材现在很火 很火红 我不敢讲它不会涨 可是你在追逐的过程里面 你要去看 它到底在后续 到底它能够 所谓的美梦成真的程度 到底有多少 我常讲股价确实是反映未来 可是你还要去观察 它的一个进度到底是如何 它的筹码到底是怎么样 你现在一个实验室的报告出来之后 你要进入所谓的量产 你要进入所谓的一个商业化 我觉得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这个进度可以说到目前是零 那现在大家乱追一通 我认为这个其实风险才真的高了 反倒是AI 我觉得这个已经实质有东西在这边 那纵使它股价涨高的拉回 我倒觉得怎么样 许许只要它经过了 因为现在是大家一起跌 这是一个恐慌性的一个气氛 一个蔓延 那只要累积到一定的一个跌幅 那整个筹码经过了一个整理 换手 然后能够再一次转强的话 那我认为 许许这些 纵使先前有涨过一大波的 只要经过整理 只要累积到一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修正的一个幅度 未来都还有再重新启动攻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现在没有人在跟你讲AI的 讲AI的一定也是怎么样 给你落井下石 没有人在雪中送炭 但是我说过 你听我的节目这么久了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我不喜欢跟着大家一窝蜂 先前大家在一窝蜂 在追这些什么AI三雄兽 我是不是告诉你 不要追 不要追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 股价在涨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 对不对 现在反而没有人在讲 这些AI三雄 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 甚至于大家都在讲说 这个是泡沫 这个是BI 对不对 我反而告诉各位 我说等到筹码经过了换手之后 未来只要重新再转强 买点只要浮现 反而就又可以进场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告诉各位 反而现在它是机会 只不过机会不是叫你明天第二天去买 要等到一个买进讯号出来 对不对 同样的一个道理 今天 有一档股票 它今天共上涨停板了 那就是1727的中华 那我相信我们所有中指的听众朋友 对这档股票 你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对不对 做什么 探权 对 对不对 它是做探补桌 对不对 好 那这个细部的部分我就不讲了 对 重点是 当AI大跌之前 很多人在追AI的时候 我是不是在节目里面 一而再再再再提醒各位 有 我说怎么样 我说会长的股票不是只有AI 是的 对不对 我都像现在多头可用之兵 包含像探权 对不对 你说这是一个很虚幻的一个题材吗 不是啊 这是未来两年之后 你未来财务报表上面 你都还要公布探足迹 是的 而且8月7号 今天8月2号 8月2号 欧雷拜的探权交易所 怎么样 成立了 它就要成立了 礼拜一就要成立了 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这个 很虚幻吗 不会啊 我认为这也是未来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对不对 所以我说当大家都在追AI 反而忽略了这个的时候 我是不是提醒你 有一些探权 现在没有人在讲 你可以很轻松的 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是 因为在低档还没有发动的股票 你才敢重压 对啊 你敢重压的股票 未来一发动 你在低档买的 低买的到买的多 未来一发动 一个波段涨上去 你才能够真的赚得到 赚得多 而且还赚得快 是的 你看这档中华画 我们在先前 今天我这样说好了 今天中华画怎么样 它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今天涨停板 来到37块6 在今天你往前推 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 好不好买 好买 绝对好买 绝对有让你 非常 满意的一个低点可以买 那你不管买在今天之前 一个礼拜也好 两个礼拜的任何一天 或者任何一个买点 随着今天创了波段的新高 你哪一个是赚不到的 都赚到咯 对不对 你需要去追高吗 不用 而且我说过 你逢低买来 这股票你敢不敢重要 我们连续的买进今天涨停板 是不是 就是最大的赢价 对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做股票 其实无非就是一个买点跟卖点 对不对 你如何能够去掌握这个买点 如何去掌握那个卖点 我想这才是各种的一个 这个就是最终的一个重点所在 是 好 所以说听我们要怎么样用对方法 跟着老师在对的时间点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呢 现在操作很重要对不对 而且轮动相当的快速 不要忘记了 待会回来老师告诉大家 到底该怎么样来布局 亲爱的老朋友 我们的专家呢 罗宾老师在节目当中呢 一直有跟大家来强调 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方法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就能够跟着老师来赚波段好行情 能够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了 天伙们一定想说 是什么方法呢 就是老师跟大家分享的 走在故事的前面 就在大家都还不知道这档股票 但是老师已经看好了 就带我们的坏 我们进场来布局了 等到真的大家都来讨论到 而且它也涨起来了 天伙们 大家都来追逐的时候 我们已经赚到第一桶金了 这就是天伙们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的分段操作的方式 因为大家都来了嘛 所以老师就会把它怎么样 获利放口袋了 我们满满的现金 手上的满满的现金 又可以怎么样 进场来布局下一档 用分段操作的方式 规避掉短暂的修正风险 可以加大我们的获利空间 重点是可以把我们 在股市当中的主动权 抓在我们的手上了 所以伙们 目前这样的一个盘式 到底接下来我们 要怎么样进场来布局呢 节目最后的广告 不要忘记了 一定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先告诉您电话号码 023659333 023659333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接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废评 问你要请到是我们的专家 小说罗老师 继续回来了 所以伙们 目前这样的一个盘式 到底要怎么用对方法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下一档好股票老师 我想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今天其实 在这样的一个 大幅震荡的过程里面 当然AI是持续的弱势 但是我们看到 探权的包含中华化 今天已经攻上了涨停板了 是不是如我上个礼拜 预告的 其实随着 整个探权交易所的成立 这个相关的股票 它一定会有所表现 你看今天前面几天 你可以走在故事的前面 让你买得低 买得到 买得多 有没有 今天随着股价 创了破断的新高 你说你哪一个来不及 你哪一个会赚不到 都赚得到 当然除了探权以外 我们说今天 其实还有一个题材 叫做超导题 刚刚我也把我个人的看法 告诉各位 这未来却是一个方向 可是就目前来讲 它的进度到底在哪里 我想这中间 要打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很多人像今天大跌 很多人股价拉回来 随着股价的重挫 大家又怎么样 人心惶惶的 市场多数人 他都什么 他都在研究股价 对 可是我说过 我研究什么 我研究 当然不是我说 置股价 不顾了 可是除了股价以外 我研究的是产业 所以刚刚我跟你讲了 为什么当今天 大家在讲超导题的时候 我认为 平常性看待就好 因为它还有很长 路一段路要走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当大家在讲AI 这时候 叫你不要追 不要追 那现在没有人在讲AI的时候 我反而告诉你 即使AI拉回来 它反而又是另外一个机会 我们刚才也讲了 即使AI三雄拉回来 即使已经可以 当如果说有一些现象浮现的时候 比如说像筹码转强 即使这里又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切入点 对不对 所以我也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也跟各位先预告了 我说在AI拉回 现在没有人在告诉你AI的时候 我们反而在买进AI三雄之前 我说有两档 对 先发名单 有没有 这两个先发名单 在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幅震荡之后 我可以笃定的是其中一档 对 其中一档 它已经怎么样 它已经浮现了买进讯号 也就是这档股票 我们怎么样 我们已经可以进场来做一个布局 好 那这档 如果说有兴趣的时候 因为它的基本面的部分 我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我说过 以目前来讲 它的基期算是这些 所谓的正核心的AI股里面 算是最低的 而这一波 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它被错杀了 被错杀 当然未来市场就要还它公道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兴趣 在AI三雄买点浮现之前 想先买进 这种所谓的正AI 被错杀的股票的 随时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联系 除此之外 我们刚刚也讲了 现在多头可用之兵 不单单只是怎么样 不单单只是AI 就好比说探权 你看今天中华化 不就涨停给你看了吗 没错 不是创新高给你看了吗 对的 你哪一个来不及 你哪一个会撞不到 对不对 好 那重点 中华化为什么涨停 除了我说这整个趋势 它是未来是确立的方向 是非常明确以外 是不是它会怎么 位置低嘛 对 它机器低嘛 它机器低 除了说你可以重压以外 是不是你买的低 买的到买的多 对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标的 纵使现在大盘出现 大幅的一个震荡 确实在整理上面 不可否认 可能大盘的整理要拖长 不过大盘整理 拖长归拖长 它不会变成空头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还没有这样 一个迹象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股就有表现的空间 中华化已经让你看到了 对不对 低机器的 未来趋势明确的股票 你只要能够掌握 低阶的买点 你看今天 你哪一个是没有赚钱的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还有哪些股票 是具备低机器的 这样的一个特色 又会有未来趋势明确 记不记得 我在节目里面 在前几天 曾经帮各位预告的 一档股票 我觉得它 也是一档低价股 对不对 其实也是50块以下 其实跟中华化 可以说是非常类似 对 那另外 它还是名门正派的股票 它是大集团 下面的怎么样 下面你家子公司 你要讲它是小金鸡 那也不为过了 对不对 那最重要的 我说过业绩 现在准备要公布 第二季的一个季报 很多个业绩公布出来 都比第一季要衰退 它偏偏第二季会比第一季好 下半年又会比上半年好 最重要的 基期低 那你说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认为 它该不该大涨 如果它该大涨 你是要等到它涨上去了 像中华化 今天涨上来 会有很多人来追了 还是说 你要在它 还没有大涨之前 就跟我们先布局 先卡位 这个答案 我留给你自己去思考 如果对于这档 也是低价股 未来有大爆发力的股票 你想要跟进的 那一样 我们的百万体验计划 我说你准备一百万 我亲自帮你规划 就是买这档股票 好 兴趣的赶紧利用 今天的机会 好 所以我们想跟进老师 脚步进场来布局 这档低基期的好股票吗 名门正派的好股 而且业绩相当的不错 欢迎听众们 赶快利用我们的 百万体验计划 欢迎听众们 来体验赚钱的感觉 跟着老师来布局 这档低基期的好股票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 在节目当中有告诉大家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不要忘记了 一定要怎么样 跟紧老师的脚步 而且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走在故事的前面 接下来老师帮大家 准备了这档好股票 低基期的好股票 低股价 而且是名门正派的好股 重点是 他的业绩相当相当的不错 想跟着老师用对的方法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赚波段好行情吗 您的机会又来了 继中华化之后 这档好股票 低基期的好股票 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明天就是再一档这档股票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今天一样 开放大家百万体验 您有一百万资金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这档低基期的好股 迷门正派的好股 业绩好的好股 带您进场来布局了 就在明天 现在赶快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就是带头雾电话号码 赶快拨通我们的专线 023659333 0223659333 继中华化之后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这档好股票 低基期的好股票 一样是我们的百万体验计划 带您体验赚钱的感觉 一通电话 改变您在股市当中的获利 赶快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打电话进来咯 就是现在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